好 今天錄的是都市傳說 對不對 沒錯吧 對 網路上面很多人不一樣的吃法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這些網路所說的這些吃法 是不是真的好吃 來 第一個 今天都冰淇淋系列 這麼開心 我講說是 蛋捲冰淇淋的冰淇淋加蘋果派 把它搗碎 然後再吃 聽起來應該會好吃啦 聽起來應該會好吃 人家說是驚為天人 驚為天人 對 明天太陽繼續 麥當勞都是為你 我跟你說 它光這個麥當勞以前不是這個 對不對 變 因為我以前很常買 然後自己在裡面把它搗碎一下 餅乾搗碎進去也是一個 一種吃法 對啊 然後他們推薦的是 進階版就是加入 還有進階版 對 進階版就是加入螢幕盤 然後把拼灰再搗碎 對 把它先搗碎 放在上面不會比較好 應該是 先吃一口 這樣放這邊好了 好 in case如果下到的時候就可以 好 這樣 它要搗碎是不是 這麼嚴格 有啦 一定好吃 蘋果派那個 那個酸度啊 跟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肉桂啊 的香氣出來了 好 蘋果派 這個我想會好吃 驚為天人 驚為天人 嗯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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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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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聽實話嗎 當然 這單元只有實話 說實話不難吃 你說驚為天人 我個人 我老人吃不懂 你知道 我很常吃蘋果派 我也很常這樣子吃 那蘋果派呢 它本身你在吃它的時候 蘋果派的那個酸度 是很舒服的 它的甜度是很舒服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說 它的那個肉桂味 在嘴巴裡面充斥的那個香氣 是我吃蘋果派 我很喜歡的 那你說當然 你把冰淇淋 跟它結合在一起冰冰的吃 它好不好吃 它不難吃 而且它可能可以說是好吃 但它卻有一個很大的缺 對我來說很大的缺憾是什麼 蘋果派的香氣不見了 蘋果的酸度不見了 蘋果的甜度不見了 你只吃到蘋果派的口感 但是你的甜度 已經被冰淇淋給壓過去了 我 我常跟大家講 因為冰淇淋它是什麼 冰淇淋它有一個是 吃它有兩個 一個是空氣感 所謂的空氣感 是因為冰淇淋在做的時候 裡面會涵蓋一些空氣 然後冰淇淋呢 你去試試看 然後一樣的冰淇淋它是冰的狀態 跟它完全解凍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解凍根本沒辦法吃 因為太甜 那因為你冰淇淋是熱的 你再放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明顯看到我這邊還是凝固的 但這邊 當然我已經吃掉了 但是你看它就是有點像奶昔那個樣子 為什麼我們去打奶昔要怎麼打 如果你有吃奶昔 喝奶昔的 你有打的你就知道 就是冰淇淋加牛奶再加冰塊下去 打就是奶昔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只是冰淇淋融掉 你直接喝 你沒辦法喝太甜 所以你要放牛奶跟放冰淇淋 稀釋它 這樣所以你變成奶昔 所以它這麼冰的情況之下 在這樣冰淇淋融掉這麼甜的情況 我覺得我個人呢 就一個老人加一個54歲的老人來說 它就是蘋果的酸度不見的 甜度不見的 它只是一個口感 好不好吃 它真的不難吃 但是 精微天然 個人覺得沒有到精微天然 可能我的天比較高 對不對 但我有一個想法 我覺得它會好吃 就怎麼樣 不要糊進去 因為你沒有糊進去 冰淇淋給你的傷害比較不會那麼大 你可能可以 我覺得我也沒吃過 我覺得有可能 像我剛開始這樣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吃 這個才叫精微天然 這個才叫精微天然 它的酸跟它的甜 跟它的什麼 跟它的那個肉桂味 都還保留著嘛 你這個放進去拌一拌 那個肉桂味就不見了 我是不知道是誰傳說的 你現在可以試試看我的方法 我不是說我一定好 你可能吃的時候你也罵 什麼精微天然我的天比較高 也可以 也可以 真的 所以本來就是每個人不一樣 但我個人覺得 我以後可能會叫一個蘋果派 叫一個冰淇淋 我這樣狗在上面吃 我可能會很喜歡 我可能會很喜歡 參考看看 第二個 第二個 是說 這個冰淇淋加上橄欖油 跟你發拌勻之後 會變成高級版的冰淇淋的感覺 我是有聽過 在義大利 有人在吃冰淇淋的時候 是加橄欖油 這個 這個 然後冰淇淋加點鹽巴 也會有一點 效果出來 但是你說會變高級的 鹽巴還佔夠嗎 橄欖油 你今天動作就很高級 是因為動作高級 是不是 因為我吃過用橄欖油做的軟糖 好吃 對不對 那冰淇淋夠甜 只是說它高級 所以我就很考慮 加太少 還是冰淇淋味道 還是冰淇淋味道 不管是橄欖油還是鹽都加太少 不管是橄欖油還是鹽都加太少 這次就加很多了吧 可以耶 可以耶 耶 你說高級我是不知道啦 但它那個 橄欖油你在吃 因為橄欖油本身就是不飽脂肪酸 它不會因為冰凝固 像動物性的 它放到一條冰淇淋就凝固了 所以它是 它是植物性的 所以你看我現在雖然有冰 它是在旁邊 那冰淇淋很多時候 它本來就是有很多的油脂 它就是牛奶裡面的油脂 所以你不要說吃冰淇淋 沒有它本來裡面就很油了 為什麼冰淇淋會胖 它就是油 那只是一個動物性的油脂 再加上植物性的油脂 所以油脂跟油脂中間 其實說實話是沒有衝突的 這肯定沒有衝突 就像你用沙拉油去炒豬肉 一個是植物的 一個是動物 炒菜也不會有衝突 對不對 但我必須要講 橄欖油的選擇很重要 你要選那種 就是extra version 你不是說現在講完 你去買那種一般的炒菜的橄欖油 那不行 你就是買extra version 為什麼要這麼說 第一個是它是 它是炸出來的 所以它的新鮮度是好的 再來因為炸出來的橄欖油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橄欖的草味 那橄欖油有人很喜歡 有人覺得OK 有人可能倒是不喜歡 但是你放到冰淇淋裡面的時候 那個明顯那個橄欖油的味道 它有點消米下來 但是 它這個尾端 會有一個很舒服的橄欖油 因為我很喜歡橄欖油 會有一個很舒服的橄欖油的味道 好比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會有時候怎麼吃法國麵包 我會把法國麵包下去煎 煎完之後用橄欖油下去煎 我會灑一點鹽 甚至胡椒 有時候沒有灑胡椒 但偶爾我很調皮的情況是 我也會把冰淇淋放進去這樣吃 而且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成理的 你可以試試看 不錯 至於高不高級我不知道 它覺得好吃就對了 就是你會覺得說沒有那麼膩口 那冰淇淋好像對應該算高級 好像沒有那麼廉價 但我本來買這個比較貴啊 那就是要用這個 搞得被高級不是這個 高級是這個對不對 小美不行嗎 小美我覺得也可以吧 對啊這個太高級吧 好可以喔 今天有收穫喔 突然今天想到很多可以做的喔 就是 又是高級的 又是高級的 沒有一樣的高 這個是這個節目推薦的吃法 分享的吃法 就是冰淇淋加泡菜 我看得出來 有可能有機會啦 因為也有辣的冰淇淋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 好啦 就是傳說變猴子實驗室 對啊 就是猴子實驗室啦 我講這個然後 好吃之後以後 大家就放麻辣鍋 泡菜嘉賓 日本耶 韓國菜是韓國的 對 他說韓國 要是有人這樣跟我講 我一定會打死他 不點心 我就 他會打拌勻 他會打拌勻 他會拌在一起 那你剛才吃下去冰淇淋 冰淇淋融掉嘴巴裡面就是韓國泡菜 弄點醬汁就好了 如果就醬汁來說 因為冰淇淋本來就有做辣了 醬汁跟它 我覺得 我不曉得你說的日本節目怎麼樣 如果說今天有可能他會跟他搭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它泡菜切得非常非常細 跟它拌勻 是有機會的 因為我第一口吃的時候 是冰淇淋然後泡菜 那放進去 剛開始吃了 好像那個還可以的 那個還可以還沒出來 冰淇淋就不見了 然後只是它泡菜 那你就想像一下 剛吃完甜的然後再吃鹹的這樣 我們的老人 吃到裡面手都這樣 但如果吃的話應該是有機會啦 不然就剁得很 量不要多 切得很細很細很細 然後放進去 它可能有機會 但我覺得剛剛那比較好 剛剛那會讓我覺得 欸 就是經過一天 剛剛那個 這個 嗯 下酥的 冰還有 沒有 就一定要選這個牌子的 對 沒有啦 這個是你之前有發現的 那這也是有人講的嗎 對 也有人說 那當然有啊 日本就有 味噌 味噌雙麒麟 醬油雙麟都有啊 所以這一定搭啊 但是有一個就是 我做的話 我會放一點點的味醂進去 因為那個甜度是比較迷人的 不用 沒有它說不用嘛 不用我就照它的方法 這個也加醬油也加什麼 對 應該不難吃啦 但是應該 這不能加多 嗯 對啊 對啦 它很特別是在哪邊 你知道有機會大家試試看 像什麼 像那個生油牛奶糖啊 哦 對啊 它就像生油牛奶糖味道 它會有多了一個很特殊的 焦糖味 對啊 光是醬油你會覺得已經有一點那個味道了 但多了味噌下去就是不一樣 因為味噌它的那個底韻啊 它畢竟它不是液態的 它是膏狀 這個膏狀放到這個冰淇淋上面去的時候 它會跟冰淇淋在嘴巴裡面共存的時間會比較久 冰淇淋在融的時候也順便融它 所以你就會吃到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真要講就是有點像生油牛奶糖 那種焦糖帶點鹹味 你會喜歡 這也沒有問題啊 可以試試看啊 但就味噌你可以 就擠一點點醬油一點點 然後去試試看 那你如果覺得它很唐突 可以再補一點味醂進去 那你會更 因為我是把味噌跟一點醬油跟味醂 把它拌勻 然後冰淇淋的時候淋在上面 我是這麼吃 那今天吃是直接擠上去 味道會很濃重 那你自己去選擇 看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跟你的冰淇淋做搭配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不是用這個 不是它不好 我用是便宜一點的 好不好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貴 這四個你排名一下 第一名是橄欖油 橄欖油第一名 第二名它 因為這個我熟悉嘛 那個是我 那個是我嚇一跳的 對 這個是我之前就知道 因為它一定好吃 那如果說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這個跟那個 應該都是第一名 然後第三名 是我把冰淇淋放在派上面吃的 然後第四名 就是把派跟冰淇淋攪在一起 對 泡菜 泡菜 第五名是泡菜汁跟冰淇淋 第六名是冰淇淋上面放泡菜 千萬不要 泡菜 泡菜 農家 還不採用 然後放放 然後放放 他們然後放放 一次 定